肉片青菜火锅料满满一桌 进入秋冬季节 周三即将迎来二四节气里头的立冬 姜母鸭羊肉炉是民众进步首选 不过食材物价真的长好凶 什么都长食材各方面年年长 对啊 所以已经长到已经有点麻木了 用汤勺摇齐 每一摇都看得见枸杞等等的中药材 但现在不止青菜肉片价格下不来 就连熬汤底的中药材 一年比一年还要贵 熬药材已经前两年已经长好了 今年就是跟厂商一再的沟通 就希望他们就大家共体时间 不敢真的不敢就自己吸收吧 就这样子 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也不是很好 所以就自己吸收 吸收到后面再说吧 看再撑一下 也有素食业者表示 因为中药材的涨幅太大 所以不得不涨价 甚至下半年的中药材 还可能再调涨一次 而其中涨最凶的就是冬天进补 最常使用到的当归 光是今年以内就从美金五百元左右 涨到超过一千块 半年内就涨了两倍 涨最多我觉得黄连或是当归 这些都涨蛮多的 所以像今年普通的药材 其实大部分都有调涨 因为普通药材都用到当归 大陆那边产地就是缺货 不是 采收比较少 所以就今年会涨比较多 极端气候导致中国大陆中药材减产 价格也跟着有剧烈涨幅 除了当归之外 黄连 甘草 党参等大约有七成的药材都涨价 涨幅在五成到一倍左右 不止中药行直接受到影响 趁业者炖汤料理不是自行吸收 就得调涨价格 巴拉新闻周达亭总和报道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